台媒报道小S公公许慶祥,3月1日早上,因特发心机梗在家中过世,享年84岁,家人在库民中间正位86岁。因事发突然,许家都行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因为许小的过于突然,众人猜测很可能没有留下围捉,这些遗产怎么份配,也让人关注。 许亚军没有接受采访,他在社交网写下,昨天是我最伤心的一天。面对媒体的追问,其经纪人替小S发声,称感谢外界关心,需要给他们时间处理。 小S跟许亚军结婚19年,公公婆婆分别是医生和律师,算是高知家庭,并且许家的发家史,还是一场转奇。 许亚军父亲许庆祥,因为自己当过医生的原因,所以非常懂得养生,早晨4点多,就开始起床锻炼,连上半个小时的生命自救宫。 生命自救宫,是许庆祥的独门秘技,他曾经把这个功法,交给很多老朋友,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练到10分钟以上,这也让许庆祥感到十分得意。 练完自救宫之后,许庆祥还会打上一套太极绿色,最后再快走一个半小时。 这运动量,比一些年轻人都大,比看年纪都已经80多岁了,但是身体一直都很冷朗,平时除了一点小感冒,什么毛病都没有。 好好的一个人,谁能想到突然间就没了呢? 据台湾媒体报道,许庆祥离开时间,大概是早晨7点多的时候,在浴室中被家人发现。 看时间,应该是许庆祥刚运动回来,洗澡的时候,在浴室中意外失望,警方对死亡原因,也进行了调查,吸出的结果是深紧。 至于是蜀岛引发的深紧,还是因为深紧导致的蜀岛,这一点并没有公布,只是家人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晚了。 另外,小S的婆婆发现丈夫蜀岛后,并没有第一时间送往医院,而是交给了原警处理。 从这个细节上看,可能许庆祥被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的可能性非常大。 许庆祥最后露面的照片,也被曝光,他陪女儿一起走春,还丁足女儿平安是福。 可从老人最后露面来看,当时他的状态依然不佳,面色惨霸,身形消瘦,指示触托女儿的话语,仍旧表达着对子女的不放心。 许庆祥的灵堂,将置于龙岚台北会管理馆,预计3月4-5日,8日-11日及13日13点到17点间开放调宴。 由于调宴时间有点长,外界估计许庆祥人脈广,在衣介商界政界娱乐圈,都有朋友,加上仪式府全家都是明星,前往送别的人不会笑。 也有网友提出一个奇怪的观点,此前曾有转许雅君,在上海让鸟外室,以及私生子,如果此事为真,那在许庆祥的丧礼上,所谓的私生子就会现身。 另外,一直保持低调的大X徐希缘,相信又会带着第二任丈夫去进业到场送别许庆祥。 汪小飞跟许雅君,又是好兄弟,汪小飞也现身的话,都适合下路相逢,也太精彩了吧。 许庆祥与从事律师职业的妻子,又有两女一子,儿子许雅君排行第二,两个女儿许庆祥,许庆祥,一个当律师,一个当医生,儿子则跟随父亲投资。 大女儿许庆祥是医生,曾任花莲池仔医院,能量医学中心主任,小女儿许庆祥念法律,是加州律师。 许庆祥被称为台湾巴菲达,原本是台东的一名小医生,赚到第一桶金后,离然投身股市,紧通过买卖富士康姆公司的股票,就赚了20亿台币,约合4.5亿元人民币。 许家的财富基本来源于他,许家的三个孩子都挺有出色,这个家庭原本很低调,因为取了小S这个仪式库,而名声大噪, 连许家在台北第一毫宅带保佣有两套房子,也成为新闻热点。小S多次在节目中,提及自己的公公婆婆, 他偶尔会开婆婆的玩笑,但对于公公,他十分尊敬。 疫情期间,小S的三女儿高消到41.8度,他在警方之下致电公公,当时他客得一不成声, 但对方依旧冷静,讯问家里有没有退消药,还提醒小S,孙女需要隔离。 他称公公虽然长得矮小,身高只有162厘米, 但在他心中是小巨人,知识冤博,包容家人,是家里的顶良处。 小S说过,在家里只要看到公公,对方就是在读书, 许慶祥会天会花6到8小时看书。 许瓦军受访时也曾回忆,他念小学六年级时, 苹果电脑刚文世,父亲就不惜花4000美元买给他, 并告诉他,未来是电脑的时代,一定要好好研究。 许慶祥本人,也对电脑感兴趣,每一次电脑有创新革命, 他都会买一台新机,仔细拆解,把里面几百个零件一一搞清楚, 哪个零件是哪家厂商出的,是由哪家台商代工, 竞争对手是谁,全都要一清二楚。 何依的他,对电脑远难看的熟悉程度, 绝对不输专业的电脑工程师。 小S喜欢跟公公开玩笑,曾在视频中装扮成古装皇后模样, 询问公公今晚是否需要试诚,当时许慶祥笑得开心, 一点都不严肃。此外,小S也提过,公公看到他拍摄的激情戏, 大方表示支持,不会局限他的工作内容。 许慶祥对小S确实不错,几乎是把他当成女儿一样照顾, 许瓦军结婚时,许慶祥亲自挑选了五克拉的传界宋级而释抚。 从这些细节来看,两人相处颇为荣幸。 此时,老人的决言离世,很可能让小S陷入婚姻的尴尬景地。 都知道小S老公许瓦军,是个花花公子, 婚前依然是转写黄老母的级别,分后他也没闲住。 台媒不止一次的爆料,许瓦军频繁跟兰会一起出入夜店, 报道的言辞极具嘲讽。 可面对这样的报道,小S似乎已经免疫了, 传言没有任何反应,好象对老公的兴趣传言不在意。 他甚至在节目上,公然表示,自己对许瓦军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言语根能臭到其对婚姻的失望, 和他处境的悲凉。 小S多次在公共场合谈及私下事, 对着诸多嘉宾居然这样说道, 真的狠狠狠狠没有和老公发生亲密行为了。 有一回,眼见着许瓦军要出去玩, 小S流马冲过去,坐到了老公的大腿上, 还用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 其暗示用意已经相当明确了, 可许瓦军不仅没有配合, 而且还追逐小S让开。 如此举动,多少令小S内向幽怨不宜。 而更令小S怒火的事, 就算自己再放低姿态,去讨好老公, 可许瓦军方面, 却会一直走直口堂赛, 比如自己感冒了等等。 其实,夫妻知道相处贵在坦诚和价值观相符, 一旦两个人的在认知方面背道而辞, 那么也就自然是越走越远。 许瓦军的心,不再随欺帝身上, 就连家里的钱也不在。 别看小S是台湾之名艺人, 这么多年一直算是一线红人, 收入自然不少, 可他的钱却想交给了老公, 由老公进行投资, 他自己就借留赛零花钱, 家中的大行开资, 均由老公支付。 虽然说小S现在居住的大别墅, 就是公婆婆给买的, 但是他们也仅仅只有居住权, 所以这就意味着如果小S离开了许马军, 那就一文不值等于就是正身出户。 所以他只能像一个快女一样, 一直依附着许家。 换句话说, 小S是既没有老公的爱, 也没有家中的财政大权, 虽说有三个女儿旁身, 可被忘了没儿子争视他的遗憾。 其实当初许亚军有丑闻被曝出之后, 要是照着小S当时的脾气, 自然不能放过。 但是他却在此刻将风芒收紧, 丝毫就当事情没发生一样, 且也让许亚军更加变半加厉。 甚至在外面曝出有私生子一事。 据说, 许亚军了个90后美女, 对方还给他生了个儿子, 小朋友都有四岁了。 为了儿子的成长, 许亚军跟父母都认为, 是时候将儿子带回家里养育。 而且该小男孩一身名牌, 是黑色某的限量版同装, 光一个T恤, 价格上千元起。 还有网友对小S的女儿许老三, 或者个男孩做比较, 发现两人还是有七成相似的。 至于孩儿他妈, 许亚军也多少吸了真心。 正如汪小飞爆料的, 自己途前吸小S摆平是的前买来的豪宅, 就是买给孩儿他妈住的。 最终甚至有媒体拍到了 许亚军的母亲抱着小孙子的照片, 可是即便于此小S也对此物不作声, 这就是因为小S落在许家没有实权, 外加上他的婆婆也是一个利害人物。 所以他在家里, 基本上都是物不作亨。 甚至有坊间传闻, 小S娘三之所以过得简破, 是因为许亚军拿钱去养了自己的私生子。 小S私下非常之省, 还记得在一档节目中, 自己女儿看上了一个上千元的衣服, 他在奴都不吸买, 最后是大S之前吸买的, 而许亚军的只有四岁的私生子。 他穿了一身上千元的衣服, 处来也是唏嘘不宜。 而且小S的三个女儿, 也开始逐渐往娱乐圈发展, 小S和三个女儿都开始赚钱了, 赚得钱都尽了许亚军的腰包, 说起来许亚军也是好名, 年轻时教父母, 通年靠老婆小S, 估计老年要靠三个女儿了。 上来小S的生活还真是不信心, 老公心思不在自己身上, 前者夫离婚时, 还将家丑全都超过了天下, 明摆着打脸的事, 除稀帝竟然也只能引起吞胜, 可想其座家的地位是有多低。 更难的是他还一直被质疑家暴, 甚至面对吴奇隆, 关于其被家暴的提问, 他还坦然承认,两次疑疑。 婚姻处境中, 已经如此艰难的小S在公公骤延离世后, 很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没了许家长辈的约束, 本就放荡的许亚军, 很可能会无所顾忌, 直接让两人的婚姻彻底走到尽头。 许亚军没了老父亲, 日后也难保不出大乱子。 别忘了当年半达人面包欺诈案女, 事可慶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提而指顶下了罪责, 再让许亚军便免了牢欲之灾, 反而事可慶祥被判处一年十个月有期徒刑。 但愿许家子女都能安分守己, 按照老人的违缘平安的生活, 许亚军亦能回归家庭, 尽好丈夫、父亲的责任。